好,接着呢 毛笔我们又去占了一点淡色 现在来再占一点 看看有些地方需不需要再添加 好比说这里头 我们想加一点 拿着毛笔从外箱里头 点缀几下 就可以了 也是简单又省事 但是它画出的味道它不一样 我们把花新处给它收拾了 这个你看看 同样都是用的牡丹 鼠红 它两个效果一样不一样 都是这一个里面的颜色 对不对 它效果不一样 颜色多一点少一点 它的变化会很大 加重 侧风向外滑 来 加一下啊 颜色要加稠加重 毛笔 笔尖 我们要去调上胭脂色 来 调上胭脂 颜色加重 一点一点的画 对不要焦急 水分要控制好 对 这个毛笔再 再点 来啊 咱们把它加重 那这个花蕊让和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花蕊比较散 这个我们就给它锯到一起去 好了 我们就画到这里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周边你看看需要需不需要舒展 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就再往旁边加两笔 对 舒展一下 我最近画牡丹 有时候就是少这么两笔 舒展一下啊 来 天际笔 好了 这一画舒服了 刚才我就显得开的太小 所以说我在上面呢 又加了两笔 现在来那个画那个花蕊 把熊蕊给它点上去 好 三青色 来把熊蕊点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用一些咱们调好的颜色 把里面的 这个 刚才那是瓷蕊啊 我们再来点个熊蕊 黄色的 用黄色的来点 你点的时候放开 放开 点从上往下啊 毛笔 按提按提 这样还要脱笔 把笔运起来 把笔动起来 再来点上一点 放大 扩大 它的范围 你看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亮了 跟刚才的感觉 它视觉上就不一样了啊 锐 别点太小 你看我都不点太小 点太小了 也看不见 是不是 关于点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家人们是 是什么概念点这个东西 不太显眼 一丁点 一丝丝 你要给它点的大一点 而且还要散开 把周边给它散开一点 不要围得太紧 家人们 这一点明 understand Cook 好不好 花灯我们画了 呐看看这里啊 看看干了没有 或者是说 我把毛笔洗一洗 我稍微的再来提一下 看着不太满意的地方啊 我们再稍稍的提一点点 也是可以的 这个倒是没有标准 你必须要怎么来 必须要怎么画 对不对 但是方法要找到 找到方法之后呢 咱们学习起来就轻松多了 不然的话也是很费劲 很辛苦 是不是 我去给它蘸一点 这个是啥呀 胭脂 胭脂色 有些地方 你看看这个效果 效果咋样 添上去 是吧 能和原来的给它 润起来不能 就是融合起来 稍稍的给它打一个小轮廓 让它有一点痕迹啊 像这个一会儿还没干透 一干之后呢 这个色彩还是会发生变化 对啊 这是太白色 沾点水 调好颜色 多余的刮掉 你看这个颜色 是吧 调一调啊 乳乳的 乳乳的多余的 我们刮掉 刮掉 你看看 我拿这个盆 还是 拿老盆子吧 我们在里面加点颜色 可以考虑来一点 这个什么色 猪标吧 来点猪标 猪标 来上一丁点 淡淡的颜色啊 猪标色 这个就朝着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来 侧风 运笔啊 过来了 就像我这样画啊 这是啥意思呢 我们刚才说了 咱们的笔法很简单 但是咱们用的这个画法 就是用框架来画的 所以说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学会 啊 就先要搞懂 我们画的是什么 现在 咱们画的是什么 这是个框架 是个侧面花瓣 我让它有大 有小 有长 有短 长短不一 高低不齐 是吧 咱们想让它多样化呈现 而并不是说每一个小花瓣都长成一样 你有这么一个概念在这儿 我们在往下画的时候呀 就好办多了 再来添 添加几笔 那画到这里了 我开始来填了 这是个猪标 这是猪标 大红 你可以考虑来一丁点胭脂 也可以 用色非常活 毛笔本身就是一个 从蛋到中的渐变 对不对 画的时候要有耐心 过来 慢慢来啊 咱们看看天哪里合适 首先这些比较小的地方 我们是要补一下的 把它补起来啊 这里呢 毛笔侧风 压一笔 颜色是不是慢慢变重 你顺着你 打好的这个 如果说花瓣提前好了 你就不用打花裂了 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呀 我们就 打一点花裂是吧 花裂就是 切花瓣 因为有的抹灯的确是个圆花瓣 有的呢 就是有很多柱子 是吧 再过来了啊 添 添加 有 拐弯 走一笔 也是呢 原来的线路走 嗯 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加一下 来 向外 啊 去填这个大框架 把框架咱们给它填好 侧风 向外拖 毛笔 入纸 向外滑 啊 淡淡的 对 往下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打的这个架子打好之后 你顺着它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很自然的 因为它这个框架在这儿 你有目标 你有标准 啊 不是说盲目的往前走 所以说你打成什么样的架子 你一填 那个花头就变起来了 是吧 你看它两个的架子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吧 啊 就是这样啊 要想让你的花头牡丹呢 百变 然后我们就得找啊 掌握方法 方法不到位啊 对 这个学这个就有点困难了 啊 学牡丹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的牡丹 咱们其实都会画 是吧 一看都会 啊 机笔画 就是机械性的画法都会 但是可能摆编起来有点困难 但是咱们这个画法就是 你想让笔触猛一点就猛一点 你想让简单一点 咱们就是这么来 啊 笔法就简单了 调色也很灵活 虽然在牌子里 我用的是这是几个颜色 但是你发现没有 你看这旁边的色 我都给它用了 对不对 并没有说是固定的 你非要这样画 你就像我一样调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往下啊 对 所以说我们要把框架找好 你看这一打到框架里面的小内容 立马就变了 它就不一样了 虽然我们还是去那种 勾 不是去填 去调整 对不对 但是它出来的造型不一样 就是这样 慢慢来慢慢学啊 不要着急 我们再 试一下 把这些 笔尖加重 对 只不过是有的就是方向一变 但是这个你可以让它 里面的内容变一下 再接着我们接着往下画啊 这一点添一下 来 又加了 这是什么呀 一个小薄薄的花瓣卷过来了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就有概念了 对不对 测风 云笔向外滑 你也发现了 哎 这个颜色好像发生变化了 这颜色是怎么来调的 它就是我们刚才混用起来了 颜色 所以说调色也灵活 一切都是灵活着来的 因为我系东西 我也不喜欢死般的学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话啊 记东西一定要 不要硬记 你看看现在都不说几分之几了 对不对 一个毛笔调色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点五 一会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 你不用这么记 一调色 你就记住后面的颜色 别把前面的压完 给它过渡好就可以了 咱们的学法就是这样的 简单 我们再往这走一笔 但是画图的母档 好像是也不简单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越是这样来 我们就越能够把它学得透彻 学得明白 看啊 又来一点点 小花头 给它补起来啊 补哪里呢 后面我们来一笔 测风韵笔 向外滑 再接着啊 往下 你看这珠标用上了 是吧 你不用小心翼翼 你盆里的颜色 你大胆的去用 如果说里面有点黄啊 你的母档花啊 就又黄了 对不对 测风韵笔 向外滑 我呢 再来添一笔 让花瓣软起来 不要说是硬邦邦的 这样的话就耐看了啊 再来 再来 你看 水润水灵灵的 对花瓣水灵灵的 你看过渡色多好 是吧 我们再往下啊 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添一笔 你的毛笔这双 很水润 是不是 拐过来 再加 向上推 很水润啊 这双就是颜色比较少 过来一笔 这里的内容 我们也给它添加上去 这朵花就小小的 好不好 小一点啊 来 下下压 毛笔拐过来 下面呢 我们再往这啊 再来 册方向上提啊 毛笔你就大胆的去压 咱们最终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家人们说了 想把你的牡丹化活 是吧 那我们就得 去用你的毛笔啊 合理的去运用 你的毛笔 再来 对 淡淡的 补水杂补呀 就是你拿个盆 在里面 沾点水就可以了 没有固定的 对不对 再往下来 重新毛笔 加上颜色 再加重 胭脂色 一定要安排到位 加重颜色 好不好 夹重了啊 这个感觉就有了 感觉有了之后 去点花蕊 这个花蕊怎么点呢 我想让它 三个之间 有一定的 差别啊 存在 区别啊 再来啊 点一点 在这个位置 来 一点点 因为想让这个花蕊 把团探出来 咱们向下来 再接着啊 把这点 把前面的 给它盖上 盖上一点点 对 向下来 再点点花蕊 再来一些啊 向上走一点点 让这几个花蕊 也不一样 稍微有点区别 好了 就这样吧 上面呢 我们给它勾一下 我们用点腌制 腌制啊 把这个蕊 从中间这一块 我们给它 划开 区分开 这个明显的 头搭了下来 这个是花头太大了 上面那个 挺精神的 对不对 在这啊 来加一笔 对 加长一点 变长一点啊 加框子 加框子了 先加叶子 先不要去画框 因为框 我们提前画好了 有朋友们 可能看不见 是吧 哪画好了 咱们呢 用手在上面呢 纸张上画出了个印记 来点腌制 拿几个毛笔啊 拿去画叶子的毛笔 我们开始 再来 加点水 毛笔加水 然后呢 这是 橄榄绿 我用的是橄榄绿啊 橄榄绿 加一点腌制 笔尖 加一点腌制色 向下啊 压过来 对 有些地方 我们就去 大胆的去落笔 果断的去往下画 给它 这些花饿 点一下啊 只要有耐心 万事都能成 咱们只要把木标 也给它树立起来 那啥都有了 就担心呢 就学两天 不想学了 对不对 啊 我们再往上来 再接着看看啊 哪个地方需要添加 来 加一笔 拿去毛笔 就得放松 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蛋叶子 我们就画好了 画好之后呢 我来去勾一个 胭脂 啊 那个花篮 牡丹 也有 啊 加一点 慢慢画 慢慢来 你看这个小液晶 我也勾了 对不对 啊 小液晶勾了 然后我们再往这 加一笔 啊 再接着来 再勾画 勾液晶的时候 要注意 每一节课都会讲到 往下 添 啊 又添几笔 啊 又添了几笔 对不对 啊 一会儿让老师们截图 好不好 巧克力老师 一会儿你截个图 找到我 我给你邀请进 班级群里啊 呃 我呢 现在想在这儿 画个框框 画个 篮框 今天 咱们不画那个了 呃 不画篮子了 画个框 我拿毛笔 再来啊 调一下 啊 再来 加上一点点 这是什么呀 花青 啊 花青 你看 调上了啊 花青调完之后 调啥呢 花青调完之后 我们来 加点墨汁 啊 这是墨盆 对不对 来 我们加一点墨 现在要用墨了啊 墨可要舍得用 特别是画国画 因为咱们 这个传统国画啊 最早之前就是以水墨 来展示的 咱们画上了牡丹了 用了彩墨 对不对 但是这个也要来啊 我们再往事 往下画一下 在这里呢 我在测风用笔 向下滑 拐过来 加一笔 拿起毛笔 要放松 不要有压力 特别是画叶子的时候啊 你 过来 这么一加 哎 一会儿啊 枝反叶茂 它就展示出来了 啊 在课程里 你跟着这个 你好比说 你画这叶子 你不太会画 你反过来 反过去的看一下 对不对 啊 对 你反过来 反过去的看 你看看那个笔处 你毛笔越向下压 花瓣的面 就越大 好不好 啊 越是抬起来 所以说 咱们说的 韵笔就是这一步 你看这叶片 每一个叶片 它长得都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 所要记住的重点 毛笔 我们来 沾点水 再来 沾一些花青 水和花青 本身 它就形成了 一个过渡色 为什么你画的叶子 全部都是黑乎乎的呢 对不对 啊 所以啊 你的毛笔啊 要用长一点的 水 为一色 颜料 为一色 它两个颜色 形成了一个层次关系 然后呢 你画完这个之后 你还要去干什么呢 去加墨汁 然后你的花青 又和墨汁 形成一个层次关系 对不对啊 加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啊 我给家人们说一下 它这个布局啊 不行 啊 我们现在一直就是在讲 呃 花头 叶子 花头 它两个之间的关系有了 它把它俩的关系破开了 叶子呢 成排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呢 再加上一笔 啊 破一下毛笔 向上提了啊 我画叶子的 运笔手法呀 就是蛮简单的 啊 然后呢 上边呢 我们也要 你看下边这么多了 也不行啊 上边 也要 啊 运笔要裹断 签上几笔 把这个笔处理 加上一丝 啊 再看看啊 来 在这个周边呢 我们再画上一笔 家人们没有看全 不要紧 咱们课程里 我会安排一个全图 放在左上角 你到时候呀 根据里面 你就看的全了啊 来 我们再 画几下 深入进去 该往里加的加 把花瓣给它拉开 没有加关注的 左上角 千万别往了点 点击 忘 忘关注了啊 可不行 先把关注点起来 来 我们加一笔 对 刚才你看的 是不是就有点平啊 现在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说呀 叶子和花头的关系呀 它们密切相连 叶子可以调整 花关 花头开的也不小 现在这个叶子基本上我们画完了 画完来画框了啊 画框怎么画呢 你的毛笔洗掉 你去来蘸一点墨汁 画框的时候你不用小心谨慎 有的老师 有的老师可能需要打个草稿 那你就打一个 没关系啊 我们也来试试吧 对 画个框 再来 手在这儿啊 毛笔 毛笔来成扁平状 对不对 扁平的啊 你就来蘸一点颜色 扁平的不要去用很细的中风 在这里来 随意的画一下啊 不用太刻意 你说我画的很认真 我一丝一笔一笔的去画 你会发现你画好之后呢 差了一点味道 是吧 差点什么味啊 就是咱们国画的那种 很自然的 写意程度 是吧 你写意的太谨慎了 就是 感觉就是 也是啊 就不太舒服 所以说 我们用这种简单的写意手法 去给它 展示 当然这个创作的时候 你是自由的 你想怎么画都可以啊 我就简单的画一下 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 来加 往上再加啊 我们可以穿插 少一点的韵味 家人们说的对呀 那我们接着来画 今天咱们来个穿插的 来个穿插的 是从这来了 来 前面石后面虚 再接着 毛笔啊 我们接着来画啊 再往这来 添 添加 向上走 对 有些时候 你的笔处就放松 你的笔处越放松啊 它是能看出来的啊 你笔很小心谨慎 还是放松着画 大胆落笔没有 都能够看出来 然后我们再往这走 对 放开 大胆的去画 这里加 穿插啊 穿插一下 接着呢 我们再来 本身是想这么来的啊 对 本身是想给它编一下的 再接着呢 毛笔 再去沾点水 把这个竹框 编一下 给它隔开 毛笔扁平的啊 对简简单单的一画 这个可以啊 有 再接着加 编的还挺稀的 你看看 好了 暂时画到这里啊 这个框可是不 不是说太密啊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如果说 想给它 不过 我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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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